在本日定期会种植询议程中 先议员先民谋特别指出 先内有许多土地内地壳变动土壤异化 导致土地位移造成测量误差的情况 严重影响许多民众权益 所以希望来与地震处先请探讨 减速设法来做改善 让民众权益能够获得保障 地壳的变动 包括土壤的这个异化 导致测量的地标有所异动 你看这个图 楼顶的房子 那叫现实蓝色的地基图 楼顶的房子 可以可以听他的道路用地的保障看 相对的楼顶的房子 上面去楼顶着楼顶着 他要把政府做地 不然财务反例 这关系到民众权益的问题 你要如何让他们不发生缺分 县内流浪犬茅的处置问题 受到许多县民的关心与众事 因此家族疾病防治所也规划了 亲善动物娱乐园区来做因应 这样的规划 县内人流号相当肯定 在本日定期会种植询议程中 也特别来关心执行进度 我们的家房所 其实都针对我们一些流浪狗 其实都有做一些处理 但其实做更好的一个提升 其实总是在于 有一个亲善动物娱乐园区 那这样子对于 不管是流浪狗的安置处理 包括它的节渣 以及它的一个任养 还有医疗照顾 那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现在在亲善动物娱乐园区 还想要就是就教一下所长 目前的规划进度 还以及就是未来来讲 在这样子 亲善动物娱乐园区 大约的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以及对于我们县内的话 在于流浪狗 以及包括他们的一些安置 还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状况 本日定期会种植询议程 议员们针对多项议题 都相当关心 分别提出了许多建言与植询 也希望在县府 相关局处式的用心之下 能够将各项政策规划 做得更加完善 以利南投县的日后发展 记者鲁凯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